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先跟大家說一聲聖誕快樂 跟大家研究一下12月26號賽事,研究第四場的四班1650 這場馬呢,小弟看過局 有很多千義馬來這裡玩 有勁瀟灑,新威龍 尊喬精彩,這三隻剛剛上來 這場馬的跑法方面,手下手下有 永益線,快閃的,及時行樂 有救醒 管之星,最容易,智聰明 曾經試過後上過少少的,又榮滑 竹金王都可以踩一下,又 後上都可以,他試過幾場 但真的想不到他有什麼跑法 這場馬呢,開頭看上去 想著永益線是最好的一隻 但是呢,你再細心看回賽職 新威龍,超瀟灑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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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 阿 阿 2號永益善保持功夫 3號尊橋精彩保持功夫 4號快閃的日保持功夫 5號重化試襲合格 田泰安又摸過 上次跑拉尾 強制試襲 6號竹金王保持功夫 7號又救醒稀威心 試過襲腳很積極 8號新威龍保持功夫 9號勁消灑保持功夫 10號管之星田泰安 上次跑拉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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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毛冰東 上次跑拉尾 3號原裝蘇迪熊 4號稀威心 5號尉李保利 其實跑路很差 6號是田泰安 7號是希威森 8號是巴道 9號是何宅堯原裝 10號是田泰安轉巴道 11號是何宅堯轉莫裡拉 12號是黎開榮 原裝 這場馬就拿幾個步速出來和大家研究一下 要在這個亂局裏面找一些數據去支持一下 看什麼馬 最容易上次跑第四 小弟都買了 認真不幸 真的 1 2 1 2 2 1 永益線, 我就不看他上一場, 上一場是抽籤 我就看他和夢幻戰士跑那場, 比較水準高一點 因為其實我看了幾條片 11月20這場 夢幻戰士跑第四, 永益線跑第三, 鑽式神四, 新界之星 今天會有出的多多 同場有快閃的 這一場的報速大家可以看看 三場來計算, 這場是右救醒來的 右救醒火百合, 右救醒火百合那場 我就說火百合運吉, 再出就贏了 都有選到他, 管之星在 報速是慢的, 管之星追不到 程翠又是慢報速追不到, 放棄狀態 補中了 及時行樂, 無段好看, 隨便騎 萬事恩就斷了 再看這一場 這一場是火百合贏了 最容易跑第四, 先分析報速 如果拿永益線新界之星這場來計算 今天有多多 楊明滿滿不記得, 是不是 快閃的 大家可以看看這三場賽事 就是右救醒 呃... 唉, 我都亂了 最容易 右救醒, 最容易 對, 右救醒, 最容易 第二 這場新界之星, 大家可以看到 新界之星, 永益線 夢幻戰士, 多多 再看看報速 這場是27秒9 28秒6 足足快了1秒 這場是27秒9, 打和 即是中間這一場 第一段是最慢的, 即是有救醒 第二段呢 這隻新界之星, 永益線 放在前一點 手下手下, 月目星光放 就24秒 這裏是24秒4, 24秒2 即是最快都是這一場 第三段是24秒1 這裏是24秒3 24秒4 這段是最快的一場 就是手下手下來跑 末段是23秒5 23秒5 這裏是23秒5 就慢了 按照計 你要對一隻 這樣的軍速馬 就 頭段就 OK時間 是這隻 有救醒那場 特別慢 這兩場比下去 是一樣的 這場比下去 是快兩線的 這場比下去 是快三線的 即是這場快兩線 這場快兩線 這場快三線 末段是和這場差不多 這場的馬是甚麼馬呢 就是火八俠 勝馬 就擺在前面 手下手下 然後中間踩上來 大眾勁區 放頭的 有暴力魚飛 就斷了 飛碎也是斷了 那我就覺得這隻 永益線呢 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回來 輸四個幾馬 只是計時間 就沒甚麼意思 計時間 就很容易計 是不是 但是你看一下 這一場的對手 新格之星 是一隻不明物體 走來發活谷 贏了 鑽式神聖 貴內 是一隻準到無倫的馬 第一第二 輸親都是近的 夢幻戰士 跑完這場 11月20這場 就贏了 贏了 贏了之後 就是幫古東來起媽 那天 接著 撿過11檔 就輸四個馬位 11檔輸了 你又不可以計 他輸了 多多 跑了這場近了之後 11月20之後 再跑一場 千八 他的徒弟就贏了 跑第二 他的徒弟 變了 這場馬 如果用一個水準去計算 鑽式神聖 是可以的 夢幻戰士 是可以的 多多跑一場千八 不可以做準的 還有那場 我當是運吉的 有些是半運吉 不可以做全運吉 那我就 覺得這隻永益線 就是這麼多隻 裡面比較可靠 但是這場馬 有三隻千二馬 萬一在前面 拉快的步速呢 對這隻馬 會不會有影響呢 那就要看他的跑法 那他呢 他呢 就嘗試一下 手下手下 再追上來 我記得我上季 整天買他的時候 他又和轉數高啊 贏馬55分 現在53分 整天和轉數高啊 夢幻戰士啊 那些馬一起跑的 南海策略 然後就 整天跑第四季尾 那時候 標之王者 活力勇士啦 永益線 聖運判官轉數高 夢幻 這條我中了 我記得我中了 都是轉式神聖 那他就 變了這隻馬呢 就 他整天手下手下回來 就整天都跑第四季 所以拿去做膽 都是有點害怕的 但是就變了 你都要去選一隻 叫做穩陣一點的啦 你又不可以說 都要選馬的啊 那我就覺得這一場馬 剛才都看到啦 就拿回 呃 哎 糟了 亂了 拿回又夠威 和這隻 火八俠那場去比 你看到 又夠威 上場這麼懶惰 走進來 他在首位前面 四位二位 這樣 但是你看到 步速呢 這段是慢了七線 然後慢了兩線 即慢了九線 快了一線 即慢八線 沒段當然是快 前面都沒有跑過 那你開段二十三秒 找些什麼馬去追 強如情趣 都追不到的 是放棄狀態的 我覺得這隻又夠威 今天再收拾外檔 除非真的要很慢步速 那就 才會有威脅性啦 那今天會不會有慢步速呢 再看看 我又想不明白一個地方 就是超瀟灑 我就想不明白 他又跑過千二 他又試過上季有一場千四 就衝上來輸幾個馬位 就輸七個馬位 那是上季的事了 那是李保利騎的 那是可以後上的這隻馬 你有千四的能力呢 快活高1650 他轉彎OK的 那未必說他不行的 1650 那輸給轉數高 轉數高 轉數高 翡翠六 大榮來 超能量 今季都有表現的睡眠大殼 那他又輸七個馬位 那當然不可以作準啦 就是你上季輸七個馬位 那你今天你不可以說他 即是不敢說啦 那再看回最容易上一場呢 就 我自己都買了 我買了 火八俠最容易的 還是過關來的 真可憐 那回到來 何疾瑤真是騎下去的 騎下去真是 他不是說爆的那些馬來的 那變成今天同類型的馬 就是有永益線了 快閃滴啦 即是手下手下 即是行樂跑得好 都是手下手下 又夠威也是手下手下 接著管之聲也是手下手下 還有翁翼也是手下手下的 那就加三隻千二馬 加上來了 對手下手下的馬 前面如果沒有三隻千二馬 當然是賺 後面又沒有強勁後上馬 但是加了三隻千二馬 會有什麼影響呢 那就到 講第二個問題 如果這隻超瀟灑 如果相信他想想 嘗試走 他應該可以用陳家� 他又不用陳家� 他應該要把荷宅搖進去 那是什麼葫蘆 買什麼藥呢 他打算來試試千六 然後呢 嘗試放前面 減磅 最好 是不是 那把荷宅搖進去 難道他不走 還是想 留著跑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跑過 大家都是靠猜的 那我就拿回這隻 最容易輸給 雖然今天的暴促 如果這隻馬 曾經顯示過 退得再後一點 追得好一點 給大家看 就會信心 就會好一點 但是這隻 就試過一場 就是追過上來 就是過到那些快利堡 南海策略 都不是很好 後來才贏一場 貴美 就贏到勁加輝這些 那我就變成熔中佼佼 我就拿這隻 永益綫 就看回他哪一場 看回他利勁國 因為利勁國 其實過去兩次 上次才是抽籤 輸一個多馬位 看回他這場 輸給夢幻戰士 轉 新界之星 轉色神聖這一場 多多今天都會有出 看回他的步速 是比較快的 而這隻馬 就不是跟得後 其實就 沒有什麼賺 看看他怎麼跑 多多現在在比 紅眼罩那隻 永益線 新界之星 黎海榮 夢幻戰士 藍色 這隻是永益線 這隻是夢幻戰士 這隻是新界之星 這隻是永益線 這隻是夢幻戰士 這隻是新界之星 這隻是快閃的 跟著他這樣跑 快閃的都斷得很厲害 因為這場的步速算是快 剛才三場來比 第四位置是必獲利 後面三隻是轉色神聖 內蘭狂上派 紅眼罩包尾那隻 是南海策略 對面直路的中尾段 前面還是月木星光 扣著放智利州第一個馬位 快閃的第二位 內蘭第三 新界之星 第四位永益線 內蘭第五 放眼糧 第六位移了出來二答 淺藍衫 紅毛 是這隻夢幻戰士 外蘭楊明滿滿 粉紅衫 多多 後面四隻是必獲利 轉色神聖 在尾衫扔出去 包尾一對馬 有狂上派和紅眼罩的 南海策略 好了 入直路了 前面月木星光 拋離了半個身位 新界之星已經移出 中當追緊他 再見到後面的馬 有這隻放眼糧 其實多多都衝得不錯 兩場的了衝得 中間多多 和夢幻戰士 最後一百米 新界之星 已經透出了 外面有轉色神聖 中間是永益線 接近終點 新界之星 姚本輝 今天又贏 這隻馬 最後都有點衝刺力 夢幻戰士 再出贏了 轉色神聖 季內 都是準的 新界之星 跑得很漂亮 這麼快的步速 回到來 還是有的 但那場是很麻煩的 我覺得 那我就變成了 容忠佼佼 除非這三隻 千二馬 真的拉到步速很快 那就真的沒辦法了 另外有兩隻 神經質 季內神激質的馬 快閃滴 看這隻快閃滴 即是跑第三那場 就是火八俠那場 不是一鋪成名 那場 都是永益線 這場 其實跑得好 是一個慢步速 25秒幾 變成這隻快 益線 又快又慢又可以 這樣算 這隻快閃滴 跑完這場 之後下一場 就輸到很遠 接著再看看 這一場 就慢步速 好 也跑得到 快閃滴 這場的說服力不夠 因為他慢步速 只是做兩段 23秒幾 23秒幾 我覺得他就 有冷門機會 但是 說服力不夠 另外再看看 這隻 及時行樂 那場 及時行樂跑進來 那場 就是一場有意外的馬 楊明滿滿 萬事恩 最容易 那些是 那些是 一大輪 跑完這場 超影 事必獲利 電腦1號 那些 都是不行的 找秒星過沙田 就可以了 所以暫時放下 最容易都有意外 這場 我就拿了2號 永益線做膽 容忠搞搞 希望不要太快步速 回配來勁國 就要這隻做膽 那 第一隻拖的馬 我會拖回 這隻 最容易 上場跑過第四 就被那隻爪王烈焰 就擠離了 輸了兩個多馬位 今次又莫雷拉 騎上去 那就要了他 接著再選多隻 我會選 觸金王 我當他上次沒有跑 這隻馬 真是神經質 後上可以 沙田1600 後上 前一季 沙田1400 後上都可以 不是上一季 那 他跑到快活谷 他都是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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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突然間上一場 就不知為何 在外檔游一下花園 走回來 輸給站光聚成 我就當他沒有跑過 就按這隻 觸金王 二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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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六 另外我選了一隻 我還有這隻 管之星 這隻管之星 上一場是田太安騎 上一場 剛才都說了 是右舊繩那一場 右舊繩那一場 右舊繩是賺步速放在前面走 他就是慢步速 在裡面有少少意外 他就追不到 但是跟他一樣的情況 就遇到一個適合步速 就追到了 但是這隻管之星 就未說有些 就是 強環衝刺力 是試過有一次的 再看回他前一場 這隻管之星 其實就不厲害了 但是都叫做是 追一段 這兩場都是輸兩個馬位的 就是在入三甲邊緣 這樣算 這場都是慢步速 大家看看 二十五秒多 變成兩場都是不利追的 萬一這場 如果真的是 步速則正常回 那我就用這隻管之星 看看有沒有得 掩蓋一下 我這場的個人心罪 容忠佼佼 我們二號的永益閃 就叫做 搏他一樣東西 就算前面有三隻千二馬 真是萬一扯快 看看他塞住一下 剛才看到那條片 他回來還是有充斥力的 所以就愛了他 但是如果他真是前面一塊 真是不知道這隻馬 能捱不得到 但是都要選一隻 也是要選的 所以就選了他 另外最容易 回配莫雷拉 一場有意外 然後就回去跑千二 再上來 那一場就跑千四 莫雷拉騎了火把合爵馬 我要買這隻 然後捱金王 我當他上場沒有跑 今天實一當 又隨配備 我當他沒有跑過 但是這隻馬 真是神出鬼沒 刺過我幾次了 我都不知道他跟他有仇 就是他上一場 沒有守著 跑把他在後面外疊 我今天就選了他 另外管之星 兩場都輸不遠 萬步速之下輸不遠 那就 看看今場 如果萬一有正常步速 其實他不是衝得很厲害的馬 但是上場都是有些 衝一點點 又左一點點 看看今天會不會有個 步速讓他追一下 那我這場個人心水 永益善做膽 拖十一號的追翁二 六號的竹金王 還有十號的管之星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都贏多一點 拜拜